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 在这边是非要不可 在那里非要不可的刘军耀 瘦要要礼拜五大捕头 大捕头上礼拜跟大家聊到 黄祈凡 那个跟薄熙来算是稀奇配 稀奇配 这个稀奇有多稀奇呢 我只能说非常稀奇 非常稀奇 来聊聊黄祈凡这个人 大家知道他现在是现任的重庆市的市长 那他先聊聊这个人好了 现在让他知道 这个人是谁 当然我上礼拜有跟他跟他聊天 为什么要聊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的脑袋太清楚了 数据在他脑袋里面 他可以把它化为一种连结 组织之后 他变成有意义的数据 这种人是很厉害 我想很多的数据给你跟我 告诉你说 哎呀我告诉你 这个我们 我不要讲中国了 讲台湾 我们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有这个车辆呢 有多少部车 你能够从中间里面的组织之后呢 变成一种有意义的数据吗 所谓有意义的数据就说 哎呀那这样的平均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有多少部车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以这个普遍 这个应该拥有车子的呢 应该要有几个人 有一部车 那这样我们还有多少的车厂 就是车室 还有多少的成长率 你能不能算得出来 我告诉你 黄麒凡就有这种本事 马上噼里啪啦啪啦 就把数据数字呢 组合之后 变成一个有建设性的 有意义的 这样的一种数据 他的厉害之处 所以为什么郭台铭 可以在 本来要跟黄麒凡见半个小时 黄麒凡啊 到台湾来招商嘛 来找郭台铭 本来就给他半个小时 结果呢 一演到三个半小时 然后呢 本来就郭台铭一个人 变成四个副总裁 跟十几个 这个 各一级主管 通通来参与开会 然后拟定出来 整个富士康 前进重庆的一个战略 这是黄麒凡所push出来的 本来郭台铭完全没有想法 是黄麒凡去push出来的 为什么他有这个本事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 我们要把黄麒凡这个人 跟大家来聊一聊 他是呢 四年一班的 我是五年五班 四年一班 四年一班也表示说 民国四十一年次了 1952年生 他现在六十岁了 他是哪里来的呢 浙江省绍兴 那他十六岁的时候呢 他是因为文革的关系 所以被迫辍学 那辍学之后呢 在上海市的焦化厂 的焦炉工厂里面 在做普通的工人 那一做呢 做了六年 那等到了呢 这个1974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他22岁的那一年 他有一个转机 小小的转机呢 就是到上海的机械学院呢 的仪器 自动化系统 去专门去做学习 去学这一块自动化系统 那三年之后呢 他毕业了 毕业之后 再回去这个焦化厂的时候呢 就变成什么呢 设备科的技术员了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呢 一路有这样的一个 学术的这样训练的基础呢 让他一路升上了这个工程师 当了工程师 很快当了副厂长 到了副厂长 其实就开始 就用地方小 小领导的味道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他在 等于是说 他从一个小小的工人 到了一个副厂长 他花了他人生的15年 15年的时间 坐上了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什么呢 当了副厂长了嘛 当副厂长之后呢 中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就要吸收了 这种人 你要不要进入 我们的党政系统啊 当然 他说好 就进到了上海市委 整党办公室的当联络员 几个月之后 又出任了上海市呢 经委综合规划室的副主任 开始涉足呢 宏观的经济管理 这个时候开始才表慢慢表现出他对数据啊 的这种啊敏感度 这种天分啊就在这个地方呢 慢慢展现 后来到1987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他大概45岁的时候 他来担任的上海市呢 经济信息中心的主任 那因为这些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啦 让他在等于是那种学者型的官员啊 打下了这样的一个基础 这个官员 很多官员是不同型的 有学者型的 有这种啊 这个那种从基层干起的 那种比较巢蟒型的 布兵人啊 有这种啊 那种啊 笑起来先吹 吹吹吹吹那种啊 都有 其实咱们的官场里面 你去看 很多的型 不同型 他属于学者型 胖胖的 这样子 网络上面你们看的话 看得出来这个人啊 胖胖的 脸圆圆的 那他呢 那这个时候呢 吴邦国在上海啊 我说我说吴邦国是这个 这个真正黄麒帆的组织 一路提拔黄麒帆的是 一开始是吴邦国 然后吴邦国那时候在 在上海 好 那那个时候呢 开始了 他呢 展现了他对于这种 经济数据啊 的这种理解度 跟他的运用性 他很能够去运用这些 这个经济数据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 经济信息中心的主任 那你要跟很多的 这个长官啊 或者是外资啊 或者什么 要去做汇报的时候呢 黄契凡 只要一上台 他们的其他人呢 都闭嘴了 为什么 没有人像他这样子 可以跟你讲 三四个小时 他可以呢 通通不用看 看任何数据 可以跟你引经据点 可以跟你讲 非常多的数据呢 上千个数据 不会错 哎呦啊 这个人呢 马上呢 我帮我觉得说 哇这个人太厉害了 太棒了 所以在90年的时候 1990年呢 上海市的浦东开发区啊 成立 刚成立的时候呢 黄契凡就被调到去那边 当办公室的副主任 浦东哦 大家如果到现在 有去上海的话 你去看到浦东 浦东啊 这个现在 这么的繁荣啊 就是你啊 所有的这个等于浦东新区啊 那个区的刚开始要开发的时候呢 黄契凡就在那边担任了 这一个浦东新区管委会的副主任 哦 所以 黄契凡的创意 跟他的开放的那种思维呢 在这个时候呢 得到最大的发挥 到了94年 经过四年 浦东啊 那边就开始起来 黄契凡就开始担任上海市委的副秘书长 开始就一路在在这政治上面呢 就 哦 开始平步青云 他也是那个时候呢 上海兼职最多的副秘书长 他兼了什么样的职务啊 我跟你讲 就对这个人会多一些了解 他呢 兼了什么呢 他是上海市委的副秘书长 兼什么 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在兼了市体改委的副主任 虽然都是副的啦 但是呢 很多副的都是在实际在执行的 他属于事务官 属于事务官 所以 又接了呢 市委 市经委的主任 又接了呢 市工业 工业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所以 在这种呢 不管是体育 他也做了 工业也做了 这些都做了 好 现在来讲 这么的脑袋清楚的人 他怎么样表现 他表现就在哪些事情上面 我举几个实例 大家才觉得 哎呀 你们到底有厉害 好 1998年 民国当于87年时 上海本地股 要做重组工作 本地股就是上海的一些 本地的国有企业 很多的这些 这些 那种 公司啊 国企啊 其实是经营的很烂的 就像我们国营企业 来来来来来 我们国营企业技能还不错 可是呢 都被人家拿来呢 当作小金库 这个人也要 那个人也要 请再开紧这样子 可是 国营企业呢 在中国呢 那个时候是个烂摊子 很多很多都是很烂的 因为什么 也是一样 都是人模不张 把公司企业呢 搞垮 掏空 乱挥霍 乱投资 投资之后呢 无鬼搬运 搬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或者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名下去 这就是国营企业 为什么做不好的原因 那国企呢 又是特许的 很多都是特许的 所以 这样的毒 垄断的企业 竟然会做不好 你说这东西 太有问题了嘛 但是黄契凡 就是有这样的 的经济通好之外 他那时候 从年轻时候 起来的时候 他是口直心快的人 不但口直心快 而且他是呢 开门见山 什么事情呢 开门见山的讲 一针见血 他没有跟你在那边 打官腔啊 什么 这个我后面 我会举一些例子 他不跟你打官腔的 你今天做不好 他就觉得 你这是什么 就直接就讲 管你是谁 所以他那时候呢 在上海要本地股 要做重组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 进壳的概念 什么叫进壳 我们不是讲 股市都要借壳上市吗 有些借壳上市 那你要借这个壳 这个壳 是不是干净 还是这个壳呢 是一个又脏又臭 又破洞 连连啊 到处都是破洞的壳 你要吗 你也不要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做一个进壳 的 的这种工作 进壳 把这个壳啊 弄干净 洗干净 那该补的洞啊 补起来 让人家要借壳上市呢 需要在市场上面 从募资金的这种企业 产业 可以借着这个壳 就上市 创造更大更好的经济 的一种动能 你把这个金融市场呢 把这资本市场呢 整理好了之后呢 他会一定会带动 当地的这种 产业的竞争力嘛 你这个产业 你需要募资 可是呢 这个壳 你的资格还不到 可是这个壳呢 是国有的企业 可是很烂 我来把这个壳呢 因为我是政府嘛 我把这个壳洗干净 弄好了 来 你们哪一只寄居蟹要来啊 你换一个壳 来这个壳给你比较大 寄居蟹会长大 寄居蟹会换壳 对不对 他会从这小壳换到中壳 中壳换到大壳 所以呢 他就把这种有潜力的 不错的 这种寄居蟹呢 来 我你的小寄居蟹 我就换一个中壳给你 让你去变成中寄居蟹 再把你中寄居蟹呢 换一个大壳给你 让你变成大寄居蟹 你这寄居蟹呢 好好的把我上海啊 的产业 经济啊 弄好 如果在台湾呢 我告诉你 这就变成利益输送了 但是在中国大陆啊 人质的社会啊 他说的算 他要弄 中央支持 这种来大刀扩幅去做了 很快 就把上海呢 搞起来 这种整个 进壳的工作 在他的手上 做的 有声有色 这个我后面会再讲 我先把他的资历啊 把它讲得清楚一点 那1999年呢 就是黄其凡呢 也就是应该已经几岁了 1999年47岁了 那个时候他又去念了一个这个工商管理的硕士 的学位 那这个时候 他隔了两年 拿到说这之后隔两年 他就从上海呢 调到重庆去 当出任副市长 那个时候啊 还有人 还有一个专门在这个中央财政部工作的一个高层官员 还跟黄 碰到黄其凡 还跟他讲 他说啊 哎呀 重庆啊 的财政啊 是一个啊 棺材板 什么叫棺材板 薄薄的 一片啊 棺材板啊 里面装死人 啊 棺材板啊 财力很薄 但是负债很高 他说 收入很少嘛 那个时候呢 2000年的时候 重庆的收入啊 才104亿啊 但是呢 他固定资产里面呢 投资啊 只有700亿 金融呢 他们那时候 国营企业的这个包袱啊 欠债 负债累累 都是呢 基金快崩盘的 那个时候的1600亿的贷款里面呢 至少占了500亿是不良的资产 比例非常的高 百分之三十几 那个时候 黄其凡去接重庆的时候呢 是这么的情况 可是呢 短短啊 8年 8年而已 黄其凡可以把重庆呢 所有的不良资产率了 从刚刚讲的百分之三十几 降到百分之1.37% 这个不是做出来的 这个数据是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呢 他把他在上海 怎么样去做进壳工作的 这样的一种经验呢 移植到重庆去 那你当然会讲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一套呢 全部把他移植到全中国的话 不就中国就更强了吗 对不起 黄其凡做的 在上海做的 在重庆做的呢 都做起来了 也被财经经济学者呢 哇 作为一种研究的论文 的一种 这种题目 可是 很多的 这个 这个 城市啊 去学的时候呢 告诉你 带回去的呢 通通失败 全部失败 就只有呢 他成功 包括我们中国的东北啊 辽宁啊 吉林啊 去 想去学重庆的这一套 结果呢 没有一家 没有一个省份拷贝成功 都失败 为什么 因为 你可能没有像这样子 黄其凡这么样的一种 这种 天资 天赋异禀 这个充饮过人 好 我们来 我们来讲 他怎么样把重庆呢 整个弄起来 先随便讲一个 例子 重庆呢 他们 那边 他刚去的时候呢 有八大城市投资集团 有八个 包括做土地的啦 做国债的啦 那这些投资集团呢 其实呢 都负债累累 那 怎么样 去把他们这些 这些 八大投资集团呢 可以让他们的起始回升 他的做法就出来了 他说 这样子啦 我们呢 土地呢 在国家的手上 土地在国家手上 我今天 把土地 做一个整理 然后呢 变更地木 来做一些开发 哦 你们呢 民营的这些 这些企业呢 你们 没有这些 土地的这些 有土师有财嘛 你们缺乏的呢 是土地嘛 那我用呢 这样的方式呢 让国有企业 所占据的这些土地呢 做一些释出 哦 然后呢 你民营企业呢 来做一些 投资跟开发 让这个东西 变成 解决大家问题 大家双赢 举个例子 比方说 烂尾楼 什么叫烂尾楼 就是呢 重庆本来 有一些 解放碑那边 如果大家去过 重庆的话 解放碑那边 我还 我之前还蛮 蛮常去的 重庆的解放碑 那边呢 是一个呢 是一个地铁 花园的一个中心 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烂尾楼 所谓的烂尾楼就是 当房子开始盖 可是 民营的投资 跟银行的投资 一看 房地产好像没有那么好 银行 紧收 这个银根 不再投了 那这房子呢 就晾在那里了 这叫烂尾楼 就尾巴很烂 虎头蛇尾 那虎头蛇尾的时候呢 就烂尾楼 谁来收拾呢 黄祁凡用他的本事呢 把它变成呢 处处是黄金 先进广告广告 就继续跟你聊 我天天喝普洱茶 上电视 我是广播节目 我要补充大量的食物 还有身体自己 不能制造的 鹅茶水 鹅茶水 还做体内环保 还有碳米化 我挑普洱茶 我挑 玉上品普洱茶 玉上品普洱茶 它有非常清楚的 中国云南 蒙海的产地标示 它还通过SGS的 无农药认证标章哦 所以要挑好的普洱茶 我推荐 遇上 好 欢迎到九八新闻台 我是刘俊耀 瘦耀耀 今天讲的是大捕头 讲黄祁凡这个人 重庆市长 他怎么样把重庆的改头换面的 然后呢 铺牌了 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金融体质 让那么多的外资 包括郭台铭 包括美国的惠普 都进到重庆来 去做投资 这是黄祁凡的功劳 好 我刚讲烂尾楼 先看他怎么解决 他刚刚去的时候呢 2001年的时候 他去的时候呢 那么多的烂尾楼 那烂尾楼 总重庆市的主城区啊 总共烂尾楼的总投资额 到了50亿人民币 50亿 这么多 散布在整个重庆的主城区里面 就有50亿哦 那必须要拆迁的拆迁物呢 有5000多户 银行贷款呢 有三十几亿 达到了六成 好 那这些烂尾楼 大家银行都不太敢投了 所以呢 就放给他烂 没有人要去收尾 黄旗帆 第一个从解放碑的那一个烂尾楼 开始来处理 他怎么处理呢 好 这个 比方说这个投资项目 解放碑的投资项目呢 大概有三亿 三个亿的人民币 三个亿人民币呢 他是这样 银行贷款的 1.7亿 然后呢 老百姓呢 就是那个1300多亿的老百姓 所集资的 款项呢 是1.2亿 就2.9亿了 好 好 那开始盖 盖盖盖盖盖到6楼的时候呢 停住了 因为什么 开发商的钱用完了 开发商的口袋都不深啊 哪来的开发商啊 你又不是政府 政府口袋最深啊 你开发商 那个时候的 的 对于 这种个体物来讲 对于中国的民营来讲 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蓬勃啦 所以那个时候开发商 没钱啊 没钱之后呢 银行一看 哎哟 你开发商都没钱了 那怎么办 紧缩盈根 不再出 不再出资了 那这个时候呢 银行一疯脏 这个老百姓呢 就完蛋了 就是说 哎 那这样怎么办呢 我们出了钱呢 哇 就开始呢 上访 所以上访就是跟上面啊 去做这个 这个啊 去陈情啊 我们叫陈情 他们叫上访 开始上访 哇 这个 一 四年多来 就一直去跟 市政府陈情 没有人解决 市政府说 这个怎么弄啊 银行不给钱了 开发商没钱了 那你们也呢 我我我政府我也没钱啊 我怎么来弄呢 好 谁来接谁来接盘 黄旗帆 黄旗帆说这样啦 他算一算 他把这些钱啊 数据放在脑袋里面啊 他他一算 你看哦 所有的这一个 这一个 他们现在的一点 呃 2.2亿啊 他们现在 现在已经出出来的钱 2.2亿 我做政府拿2.2亿出来接盘的时候呢 再花一个亿 就是3.2亿 3.2亿 我这整个解放碑 总共有10万个平方米 我10万平方米 我随便一个平方米 我卖4000块人民币 卖不到吗 我卖4000块人民币 10万个米 10万平米 一算多少 4个亿吧 4个亿 我刚刚3亿2千万 我这样一减掉 我还可以赚到8000万呢 好 用这种东西好 你现在民营资本没有 对不对 好 我重庆市 我组一个 城投公司 就城市的投资啊 城市投资 的公司 我来接盘 政府一接盘 我先拿出2.2个亿 来 1.2亿呢 还给你老百姓嘛 老百姓你不是出了 出了这个1.2亿吗 1300多户集资的1.2亿吗 我还给你们老百姓 好了 银行你本来说要贷款1.7亿 但是你出了1亿之后呢 你就不收手了嘛 疯涨了 不敢投了吗 这个1亿呢 来 政府还给你1亿 我2.2亿呢 还给你们了 好 大家都解套了 对不对 我来开始盖 我来重整 用我政府 的简单都盖好了 一个 每一个 这个平方米呢 我不是卖4千块 我卖4千500块 化一卖 4.5个亿进来 进账 啪啪啪 解放碑 的这个花园 花园广场 整个桌边盖起来了 第一个 第一栋 不但呢 造就了地方的 这个经济的繁荣 刺激的消费 政府也解套了 哎 卖出去了嘛 然后呢 人民也解套了 银行也解套了 大家都赚到钱 拍拍手 哇 黄西房 你太棒了 就这样子哦 这是当做一个样板 这么样板一弄呢 重庆本来有120几个烂尾楼啊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哇塞 就翻全部通通通通通通好了 这个叫做呢 半拉子工程 半拉子啊 一半的半拉 就是把它拉起来的拉啊 半拉子工程 就这样 重庆就搞了这个半拉子工程 把这120几栋的烂尾楼全部拉起来了 好地段 那你这个地价当然就升值 那这些 这个所有的半拉子工程呢 一个一个呢 拉动了整个重庆的这个经济 整个金融呢 活跃起来了 黄西房早就到了到任的时候 就跟这些民营的开发商讲 告诉你们 烂尾楼里有黄金 这烂尾楼里面 你不要看他烂啊 里面都是黄金啊 结果没有一个民营 企业开发商 想听进去 结果呢 他来做 一做皮里巴拉 全部 解决了 这2004年 就解决了 所有的 这个重庆的烂尾楼的问题 花了几年 三年 黄其凡一到那边 马上 牛刀小事 三年 竟然把120几栋的烂尾楼 人家已经头痛了 对了好几年的事情 就解决 完完全解决的干干净净 重庆 世荣 世贸 整个 焕然一新 然后呢 市民老百姓 哎呀太高兴了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赚到钱了 你政府有出资 然后后面呢 整个带动起来的那种效益 大家去想一想 东区 咱们台北的东区怎么起来 对不对 圈地 你要地呢 一概 当然我们是比较 我们是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啦 跟他们共产当然不一样 可是我们是也有很多的资金财团 这样子 这样子 当有一个资金财团投入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 去建设的时候呢 周边的经济是不是就带动起来 周边的地价是不是带动起来 地价带动起来 房价是不是带动起来 人民口袋里面多了钱呢 他是不是敢花钱呢 经济活动是不是就热络起来了 黄麒凡居首工啊 真的 后来呢 企业家就对黄麒凡呢 就给他封了一个电子脑壳 电脑 人家我们讲的 他们讲笔记本 对不对 电子脑壳就是黄麒凡 这个人太厉害了 这是烂尾楼 我这边再讲一个例子 他们怎么样把这一个 我刚刚讲说 在上海他们做了一个进壳的工程 对不对 把国营企业的全部改的换面 到了重庆呢 一看也是 重庆呢 本来就有一个 一个中国一直以来说 那是六大工业的基地嘛 六大工业基地 重庆是其中之一了 那所以这中间呢 既然是工业嘛 那工业里面就有很多的国企 那很多的国企呢 国企长久以来的经营呢 通常都在于那种 要使赚钱啊 应该是赚 赚不多 倒不了 吃不饱 这个很多的工人在那边 其实是吃不饱的 27家 那个时候他刚去的时候 里面呢 重庆原来有27家的上市公司里面呢 有10个水饺股 有垃圾啦 根本没有人会去买的 那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上市公司 存在那边干嘛呢 破坏 破坏观瞻 看起来 这个金融 金融的局面 看起来就非常的破坏观瞻 27家有10个是人家不要的 那 或那其他的呢 都是效益非常的低的 好 好 那所以 那个时候他去的时候呢 重庆的这块金融板块啊 是非常的深陷民闹了 非常的糟糕的 包括了什么 西南合成啊 渝山峡啦 重庆东元啊 渝开发啦 民风农化啦 这些公司呢 都是要面临退市的风险 退市就是你要下市 那几乎占了 这个重庆呢 三分之一 所以这些呢 对于当时的这个银行来讲 是不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 银行的沉重负担的时候呢 对于整个经济啊 金融是不会 不会好的 金融啊 为 所有经济之手啊 你如果金融没有弄好 你的工业啦 你的什么东西 都没有办法做 你的运输啦 什么 是很难带动的 所以金融 是所有的这些呢 经济呢 之手 你没有把金融的体质弄好呢 是没有办法的 好 黄祁凡 弄了烂尾楼的同时 他是同时在做 烂尾楼在弄 对不对 2003年他也就 推动了一个什么呢 上市公司 重组 领导小组 小组 跟各位讲 在中共啊 中央啊 以下 最爱用小组了 啊什么东西 这个小组长 胡锦涛那么大的官 总书记 他还喜欢担任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小组 宏观调控小组 哎呀 经济宏观调控小组 小组长最大 哎你们看那个小组长啊 他宏观调控 随便弄个命令 好我要打房 打得你呢 大家呢 哀哀叫 小组长 发的命令 所以不要看不起小组长 小组长是很大的 在中国啊 小组长权力 大得不得了 他就担任了 这个上市公司重组 小组的小组长 黄祁凡自己来干 啊 好 那那个时候呢 人家就在想 他办得了吗 啊 这样子 要来重整整个重庆的 这个金融的 的体质 这是一个人 和一个城市的战争啊 哎 这样子 有没有把黄祁凡 拖到非常大 黄祁凡你一个人呢 要跟一个城市的战争呢 这个宝壳运动 宝壳运动 能不能推得动呢 进广告 我要再继续聊 玉上品普洱茶 所出产的这一款小茶餅 是遵照西枝旅的传统的 品茶供应所做的 它是用完整的茶叶上等的好茶 去压制的 就像一般呢 是使用茶粉 或者呢 是列等的茶渣所制造的 我现在车子后面呢 都是玉上品普洱茶的理由 这一家 普洱茶的老板人 几年份就几年份 它就给你什么价钱 只要买对的普洱茶 所以我后面呢 我的心理箱打开 都是玉上品普洱茶 因为我相信玉上品 好 欢迎到酒吧新闻台 我是刘俊耀 瘦耀耀 今天谈这个大捕头呢 我们谈到这个薄熙来破局 已经是进入到第十一十二十二集了 那今天聊的是黄祈凡 刚刚聊宝壳运动 壳啊 就是我们讲借壳上市的那个壳 那宝壳运动呢 就是黄祈凡到那边要整顿金融市场 这些产业 国有企业呢 怎么样让他们这壳啊 干干净净的 然后呢 让很多的需要呢 到市场上面去募集资金的 这些有潜力的民营的企业呢 或者是国营企业呢 能够呢改头换面 能够重生 再造 宝壳运动 一个人对抗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有这么多的烂公司 黄祈凡你怎么弄 唉 随便举一个最头痛的里面的一个例子 叫做我刚刚念过的民风农化 农化 农业化学 的这样的一家 这家国有企业 这家民风农化呢 它的重组呢 是有点坎坷 但是呢 谁出手 黄祈凡出手 干预 他这样做 2004年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呢 面临要下市了 要下市了 怎么办 好 报告送到了黄祈凡这里 他一看 一看 哎呀 这家公司的这个控制权啊 精英权啊 还在外资的手上 那外资他不太想弄了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那个呢 那你你外资 控制权在人家手上 那你怎么去 怎么怎么去 去把它拿回来重整呢 黄祈凡出面 去跟外资谈 花了四天 哦 四天跟外资谈 这样子啦 你最好是退 你如果不退的话呢 你公司也也损失嘛 哦 那你退 我们呢 先就停止这个合资的协议 本来是合资嘛 对不对 你外资退 退呢 让我们呢 有一个空间可以来做 那我后面再补给你 哦 你的损失当然 我们希望能够让你不要损失那么多嘛 你要给对方诱医 如果对方觉得说 哎哟 你劝我退我就退啊 那我还不如继续在那边 好死不如赖活着 是不是 我不死 但是呢 我要赖活着 那大家赖嘛 大家赖 你赖我赖 大家赖成一团 那重庆怎么 这金融体质怎么会好呢 黄祈凡说 不可以不可以赖 不可以赖活着 你要好死 呵呵呵 你要好死 但是我不会让你死了 啊 你先把这个呢 交出来 金融权交给我 我来处理 他我政府呢 先补助 五千万 的人民币进去 作为呢 这一个 保牌的动作 哦 那 进去之后呢 他开始 去找 他把这一个 这一个民风 农化的这个壳啊 用五千万人民币 进去 然后呢 让里面的原本的 外资 的这个 的股权呢 退出 那这个壳是不是 就变得很干净了 外资也没话讲 哦 没有外资的问题了啦 没有合资的问题了啦 好 那这个壳干净之后呢 我就去找寄居蟹了 对不对 我去找 找到一个 建峰化工 建峰化工呢 他也是做这一方面 可是他呢 需要呢 资金进来呢 让公司可以做更多的一个 的一个发展 需要资金 很多开发 跟那个是需要资金的 营运啊 是需要资金的 那 可是呢 他没有办法上市去募集资金啊 好 黄其凡就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把壳找到了 把需要资金的寄居蟹找来 来给你装进去 给你 让你借壳上市 就是 哇 这样砰 一进去之后呢 建峰化工呢 他活过来了 他本来就还活着 但是是狗眼残喘的活着 那 这一个呢 明峰化工的这个壳呢 是个烂壳 狗眼残喘的活着 赖活着 他这么一弄呢 两个一拍集合 大家都获得新鲜空气 这个丰富的养分 马上呢 对 两家公司呢 都洗心革面 变成一家公司 然后呢 营运的非常好 马上 逆势上扬 公司的营运呢 创造了更多的产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他的重庆的市民呢 可以到自己本地的这样的 的企业去工作 赚钱 公司的营运业绩越来越好 冲出了 哎 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业绩 好了 这么加一家公司 股价是不是上扬呢 上扬之后 哎 你外资原本所 这个 你交出的这个控制权 可是我原本欠你的 通通 一口气还给你 外资也高兴 国有企业也高兴 这一家民营的 这个需要募集资金的 这个寄居屑也高兴 全重庆的市民呢 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更高兴 啊 工资也提高了 这么一来 黄其凡 花了三年的时间 把重庆呢 自本来原本啊 有十几家的垃圾股 对不对 还有几家要倒不倒的 对不对 全部一整理 三十家 将近三十家的这些上市公司呢 通通洗心革面 哇 整个金融的市场 开始活跃起来 欸 你这个上市公司 如果开始逆势上扬 人民买股票 愿意去买股票 刺激这样子 欸 那他们募集的资金更多 公司的营运 更为发达 谁不好啊 没有人不好欸 没有人不好啊 可这在台湾可能又 欸 欸 土利他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这是我们国营吃叶 大家 蓝绿又来一个口水呢 所有的案子 又不了了之 然后大家不敢碰 那这个就是 有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 在城市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集权 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中国人 比较奴性 我觉得中国人是蛮奴性的 那这种奴性呢 我这样讲的时候呢 我们的气质都在笑啊 我讲的是 我的观察 你中国人就需要有这样的一种 有 比较有魄力啊 有创建的人呢 去做领导 这种人呢 像这种火车头 一拉动呢 后面呢 中国人又很会伸 你看 一拐好像肉统欸 如果一盘散沙 没有力量 可是把它变成了 一个碉堡 哇 力量就来了 防卫的力量也好 或者呢 他们可以做 攻击的力量 也都可以 但是就是有人 要有人去领导 要有魄力 要有魄力去展现 然后去做 你不能什么事情呢 哎 这都图力他了 但是 当然 中间会不会有图力 当然也有图力 这种图力呢 就是我们后面会引发 这么多的薄熙来 猛 在中国啊 有这么这么多的薄熙来 猛 因为 他们都在 有这样的权势 有这样的一个权力 去做这样的事情 去繁荣地方 去造福人民 可是 他们也从中得到 非常多的油水 而这些油水呢 就变成贪腐 那越贪呢 又越 越恐怖 用更多的钱 去买更多更大的权 再用更大的权 去赚更多的钱 这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 目前最大的危机吗 下个礼拜大捕头再跟大家聊 小安 小安看了俊耀大哥书之后呢 发现俊耀大哥瘦了21公斤 是因为喝普洱茶哦 所以呢 小安现在随时随地都在喝普洱茶 那因为小安工作的原因呢 运动量非常的大 常常需要补充水分 还有维生素 所以喝普洱茶 让小安补充元气充满活力 随身携带小茶瓶 让我方便充泡 十五活力一整天的亲密伴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